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还有41只 腿部无力 翅膀也无力 那比较更严重的那个比较严重的容易死亡 就是连颈部都无力 除了治疗生病的鸟 农业局也将持续进行水域巡查 减少鸟丝暴露 以控制肉毒感聚扩散 大爱新闻 陈一正 陈立伟 高雄报道 健康议题来关心 不少人靠着运动饮食来控制 维持身体的健康体态 不过如果您是寒性体质的人 恐怕会是减肥瘦身的绝缘体 中医师表示呢 因为脂肪容易阻能隔绝热能 不仅呢会把水分锁在体内造成体寒 长时间下来也容易形成弹湿体质 皮肤也容易会有过敏的现象 能坐着就不站 因为稍微一动就满身大汗 别看肥胖的人经常汗流浃背 其实他们堆积在腹部的脂肪 很容易把体温阻绝在外 造成腹部寒冷 刚才一直在代谢 它对一个新的代谢很高 所以它会产生很多的热 如果假设肚子质瘦很厚 然后的话跟肝脏的话 是不是把它隔绝 所以体温局偏低的话 在体温上面的话 看到的话 代表是它新陈代谢不够了 新陈代谢不够 脂肪就更难消除 变成恶性循环 若以中医观点来看 脂肪也会把过多的水分锁在体内 形成弹湿体质 弹湿的原因呢 都是来自于皮膚比较多 因为我们的皮胃控制不好 那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什么 食欲太好 吃东西吃很快 另外一种就是属于水肿 不只是水肿 弹湿体质也会让皮肤容易过敏 引发湿疹 除了透过中药将湿剂排出 根本知道还是要从减轻体重着手 才能真正找回健康 大眼新闻 杨韵慈张略嘉台北报道 教育部明定 寒糖饮料要禁止入校园 但其实在彰化园林的大统高中 在五年前呢 就开始推行减糖运动 长时间下来呢 也看到了具体的成效 因为这一所学校男生的身高 从陆学到毕业 短短三年的时间 是平均成长了12公分 下课时间 学校贩卖部满满人潮 我们学校没有卖什么 没有卖寒糖运动 你们知道 全国只有哪个县市 有订这个寒糖运动 要禁止入校园吗 满花线 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幸运 怎么会在这个县市对不对 好 太幸运了 他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 所以含糖饮料禁止的时候 生长激素持续性分泌 对于小朋友的升高 是比较好的 张华县率全国之先 2017年开始 禁止含糖饮料入校园 而大同国中更早于5年前 全面推行减糖运动 三方面严格执行 第一个就是 含糖饮料禁止入校园 第二个是学校 不贩售任何含糖饮料 第三个是家长跟导师或老师 不准以含糖饮料为是礼物 来送给小朋友 每学期开学量测身高 统计表说明成果 以男生为例 国一平均158.7 国三168 平均三年内长高9.3公分 而很早就开始禁止 含糖饮料的大同国中 国一男生157.2 到了国三169.4 足足成长12公分 优于全国平均值 你跟多糖饮料 所以就只 就平常就只能喝一点点 我去点一杯多多绿无糖 那请问他收不收含糖饮料 为什么 多多两杯 好 一个月两杯 喝什么 喝饮料 生长身高影响 知道啊 所以有尽量感 含糖饮料影响的不只是身高 糖分不只会让我们血糖身高 也会造成我们血脂身高 女生孩童的部分喝含糖饮料 它的出经的罹患率 提早是2.7个月 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 出经早的话会跟身高 跟乳癌的风险会有增加 大同国中除了减糖之外 还推行喝水运动 鼓励学生每天喝足1500毫升 盖点数换荣誉卡 多喝开水少喝饮料 一起为健康把关 相信多数人都有口腔破皮溃疡的经验 而这一类的伤口 通常一到两个星期就会自行来愈合 不过医师就提醒呢 如果同一个地方出现反复溃疡 超过两周都没有好转 还有扩大的迹象的话 可能要当心是口腔癌的前兆 压力大睡眠不足 或是最近饮食重口味 麻辣锅不离生 造成口腔破皮 类似的经验多数人都有 中医认为是火气大的体内反应 不过西医有不同的看法 破皮来讲的话 有的时候会是因为一些烫的食物 或是一些刺激的食物 或者是有一些虾蟹甲壳类去戳到 或是咬到造成的外伤 那这种外伤大部分在一两礼拜内 它的伤口其实会自然愈合 通常这些伤口小而浅 会有轻微的疼痛感 一般民众会为了让伤口快点愈合 自行购买药膏 不过如果遇到伤口 超过两周都没有愈合 而且持续扩大甚至变后 就要小心有可能是口腔癌的迹象 有一些口腔的溃疡 可能会是一些口腔的肿瘤 初期的表现 会用口腔溃疡来呈现 大部分的口腔癌 主要都是表皮的零状上皮癌 那表皮零状上皮癌 它的细胞主要就是从黏膜来的 所以它最初期的表现 就是从黏膜增生 然后造成它溃疡来的 除了口腔癌 也有可能是免疫系统疾病造成 医师提醒 口腔内只要同一处位置 反复溃疡 都有可能引发口腔的病变 千万别轻呼 一定要尽早就医 带来新闻雷雅简缘集 台北报道 今天国际上发生了哪些大事 接下来60秒时间 要带您一览天下事 全国麻疹病例暴增 与前两年相比 有将近100个国家 麻疹病例都有增加的现象 特别是在菲律宾和乌克兰 都已经出现上万起的病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就呼吁各个国家要采取行动 透过建立施打疫苗的观念 来改善麻疹疫情 大规模破散的问题 美国股市 3月第一个交易日开红盘 道雄工业指数上扬0.43% 早盘一度上涨超过200点 由于中美贸易 有望达成协议 加上市场对联准会 货币政策的担忧 是逐渐消除当中 也激励了投资信心 三大指数开盘起涨 这是华尔街近30年来 最好的开年表现 印巴冲突持续将近两个星期 就在印度战机遭到巴基斯坦击落 并且俘虏了幸存的驾驶员 让紧张情势达到最高点 不过巴基斯坦的态度 却突然软化 印度驾驶员在星期五 是顺利返家 情势大转弯 是暂时和平落幕 也让住在边境的居民 总算松口气 加纳沃特尔湖附近的居民 有三分之一的家庭 都把孩子卖给了船家 要来协助补鱼维生 这些孩子大约是在五六岁的阶段 就要下水来工作 暴受虐待 现在有慈善团体 是积极要展开救援 要重新安置这些孩童的生活 在荒地上尽情奔跑踢球 尽管有的不多 但对这些孩子来说 这一刻就已经是在天堂 这里是加纳的沃尔特湖 不于同工的收容中心 像这样有着悲惨故事的孩童 不在少数 根据美国国务院调查 湖边附近有三分之一的家庭 都曾经把小孩给卖掉 小小有七个姐妹 是家里唯一的男丁 妈妈尽管有多少的不舍 但养不活一家 只能把小小卖给传家 让她还懵懵懂懂 就去帮忙捕鱼 但这并不是我的做法 这并是因为危险 让我让她脱离 慈善团体成员每天搭着小船 像这样在湖上寻找着 跟小小一样需要援助的同工 这天船上几个眼神空洞的孩子 就是船家刚买来的生财工具 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过东西 牵着彼此的手 四个孩子开开心心地坐上小船 准备前往湖的对岸 在社工的安排下重新生活 但依旧有无数的孩子 在岸边待驾而沽 等待出高价的船家 买走他们最珍贵的童年 大海新闻预角编译 未来要推广蔬食 现在就有业者利用3D列印 做出科技感十足的蔬食料理 列印出来的蔬食牛排不但好吃 而且还可以改变口感 让咀嚼能力差的老人或是小孩 也能轻松享受美食 由于机器操作是相当的简单 等于民众也可以在家来自行制作 机器加上试管 未来家中的厨房 很有可能会多出一台像这样的 3D食物列印机 巴塞隆纳行动通讯展 不只新款手机吸睛 这台3D列印素食更是大出风头 西班牙的业者推出能制作 素食牛排的列印机 希望借由3D食物列印 制作出素食料理来降低 肉类制品对环境的负担 也希望借此帮助老年人改善吃进嘴里的食品 现在哥伦比亚的实验室 更将3D食物列印机加上镭射技术 列印的同时加热食材 比起使用传统厨具更方便 就像拥有专属厨师一样 尽管3D食物列印机 目前还在实验测试阶段 食物样貌和口感都要改善 要真正进到厨房还需要一点时间 但创新的方式推广素食 改变人们对食物的想象 大爱新闻杨青编译 每一项发明都是因应需求而生 在中国大陆河北 有一位网红发明家 他专门制作无用商品 像是菜刀梳子 或者是吃西瓜的架子等等 但因为实在是太天马行空 根本就卖不出去 还被网友吐槽说 这是一样多此一举的发明 不过呢 却吸引了200多万名的粉丝来关注 要等着看他发明的商品 我叫少宫岗 今年31岁 现在主要做一些不去钢的制品 要发明小创造之类的 绰号现在很多吧 保定爱迪生 或者是手工樊少皇 敢说自己是爱迪生 听起来好大的口气 这位来自河北的发明家耿帅 专场恐怕跟一般的科学家 不太一样 有一天就是发现家里的菜刀炖了 扔得快可惜了 所以说废物利用一下 做了一个菜刀手机课 早年跟着师傅在北京 学汉街手艺 耿帅2017年回家乡创业 把设计的小东西放上网去卖 没想到一键也卖不出去 很多人也说我做东西没有用 我不是很在意 不论是旋转鱼赛 还是菜刀梳子 贴着头皮感觉疼的话 你就轻一点 传个好几代也用不坏 就是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创意 就有上百件 让无数的网友成为耿帅的死忠粉丝 从平凡的农村汉街工 摇身一边成为超级网红 现在关注我的朋友 可能要两百多万吧 播放量也很 应该是不亿了 尽管被网友亏说是无用发明家 但耿帅却很开心 毕竟能做出带来欢乐的发明 恐怕连爱迪生都不见得能做得到 对我的评价就是说 做的东西没有用 烧荒出品 绿畜废品之类的 比较他们开心 我做的东西就算是有用吧 大海新闻预角编译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 用鱼来发电呢 基隆安乐高中的学生陈怀普 从小对海洋探索就相当的有兴趣 在浮潜的时候突发奇想 认为鱼在游动的时候 产生的动能应该是可以用来发电 于是在老师的协助之下 研发出了一款 可以安装在鱼身上的微型发电设备 活力发电 水力发电 风力发电 可能你都有听过也有看过 现在没想到竟然连水中的鱼也能发电 这一只没有接级 那是钓了一只 基隆安乐高中学生陈怀普 研究一套鱼能发电开发营用系统 在台湾国际科展工程学科类 获得一等奖殊荣 把这个模组装到鱼身上之后 因为鱼会游动 那我们知道鱼有有数 那流体经过这个钝体之后 这黑色钝体 就会在压电材料产生压力差 或是叫涡流 汶流 来让压电材料形变发电 陈怀普从小在海边长大 喜欢游泳才有此构想 目前透过模拟实验来看 的确压电材料在水中流动的时候 能感测到电量 不过这种发电 不是要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而是要装在鱼身上做追踪研究 我们可以使用20年 那以前如果用电池的话 只能使用半年到一年 可以帮助人类去了解海洋的环境 到达让鱼去游到 人类没有办法到达地方 去搜集这些海洋内部 那一些科学的资料 让人类对海洋有更多认识 这套系统可以监测温度 光度 压力和PH值 希望打造海洋中的物联网 不过目前体积过大 装设有难度 以及防水等问题 都还要进一步加强改进 大家先由黄恩杰登映中 基隆报道 此界基金会在柬埔寨茶交省 举办大型疫诊 今天刚好碰上了假日 也让前来寻求协助的人数 是瞬间暴增 外科患者是一位接一位 医师还替一位14岁的全裂男孩 进行颜面的修补手术 要帮助他召会自信 聊聊天转移躺在手术床上 14岁男孩紧张情绪 他就是鼻腔跟口腔有一个揉管 所以他就是食物有时候会互通 然后他这个之前在六个月的时候 有开过刀 天生纯裂曾经开过两次刀 裂口反而更严重 打上麻醉 一个多小时的手术和缝壳马拉松 正式展开 体力大考验 开到房客难 折叠桌铺上医疗床垫 成了简易手术床 少了专业手术灯 床旁抬灯 头上照灯勉强取代 治疗效果不打折扣 它是会有影子 会遮住会有影子 那手术灯 真正手术灯 它是无影灯 它是从上面 天花板那边 从那边照下来 那个亮度可以调大小 克服一切 手术顺利完成 术后保养也很重要 大概一个礼拜以后 就逐渐消肿 我们今天就是 这个跟初学有关系 有时候初学比较多 它就会 就会比较肿 今天都看起来都很顺利 双手喝时微笑感恩 温馨一并情 美丽动人 大一新闻消息 李建宽 柬埔寨查交省报道 你带上去之后 那个东西会在你面前 栩栩无声 我相信它有它的 可以肯定的结果 甚至用到现在目前 我们用它来导航 这些我们都得到 不错的成绩 包括在脊椎上面 包括在脑部的一些手术 新科技对现在的一次来讲 其实是它们破解的需求 因为新科技可以帮助它 不只减少自己的伤害 可以减少病人的伤害 废纸也能玩出新华样 在新北市的艺文中心 在228廉价期间 推出了艺术展 要教导民众如何用纸浆 来做出逼真的传统美食 你一开始就先轻轻地 把它往下压 可爱的昂葱柜和绿豆糕 竟然是用纸纤维做出来的 大小朋友一起动动手 合力把饼皮做出来 填上馅料 逼真的传统小吃就完成了 不但可以永久保存 还能体验纸的神奇魔法 以前都一直不知道 造纸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算是有体验到 它的由来跟它的制造过程 可以让小朋友认识一下 台湾传统的民俗文化的东西 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走进展区 漫步在纸田当中 再生纸原来也能千变万化 可爱的粉红小猪公 也都是废纸在创造 让民众了解 废纸也能够起死回生 纸纤维其实大家都会知道 它是从树木而来 那其实一般的纸 如果我们都会讲到一些 环保方面的议题 那其实纸呢 它是可以反复地被运用的 那只要透过一些简单的手续 那这些纸呢 其实它可以再创造一个新的生命 新北市艺文中心和树火纪念纸博物馆合作 邀请纸翼老师带着民众一起领略艺术与指针的无限可能 带来新闻分析 梁家明台北报导 明天开始受到封面影响 好天气就要跟大家说拜拜 未来一周呢 除了星期二会稍微回温之外 其余的时间 整个台湾都会是湿湿冷冷的天气形态 好天气却没有好空气 一眼望过去整个天空都灰蒙蒙 路上也能看见民众戴着口罩 环保署空瓶监测 北部中部云嘉南地区显示红色警示 霧霧的对 就是感觉能见度不是很好 明天是封面通过的一个过程 那真正东北风可能要下半天 或者是明天深夜到下周一的东北风 才会比较强 如果是加上下雨的关系 还有风比较弱的情况之下 可能扩散条件会比较不好一点 气象局预计从周日晚上 持续到下周一一整天 各地的会出现降雨 特别是中部以北和东北部地区 会有局部大雨 要到星期二天气才会回温 但紧接着又有一波东北季风来报道 周三开始之后 下一波的封面通过跟东北季风影响 周四周五大陆冷气团 或者是东北季风影响 再加上滑南云雨区的水气过来 所以周三一直到周五 天气都是不太好的 随着春天到来 民众要多注意早晚天气变化 气象局也预估周四周五 北台湾最低温会到13至14度左右 别忘了做好保暖工作 大爱新闻范学与梁家明台北报导 大爱新闻范学与梁家明台北季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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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的空手道社团 团圆是耐着寒冬刺骨 在雪地里来训练 在学习武术的同时呢 又能雕塑身材 新闻最后就要带您一起来看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大爱全球新闻 我们再会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